阿嬤在七樓高聲呼救 因為他被關在後陽台已經50分鐘 消防員搭雲梯車救人 一問才知道阿嬤是被小孫子翻鎖 小孫子才一歲七個月 竟然把阿嬤翻鎖在陽台 到了管理員說 阿嬤當時一個人在家顧孫子 可能是到陽台晾衣服 一個不小心才被關在外面 而這棟大樓住家的陽台門 就是類似這種水平門鎖 小朋友要轉動鎖頭其實不難 不少民眾家中陽台 都會有這種簡易型的鎖頭 但是要小心 如果小朋友不小心碰觸到的話 可能會被反鎖在門外 小朋友小手輕輕一轉 大門就自動鎖上 還好鄰居聽到阿嬤呼救聲 打119才結束一場續經 你有原汽車升梯 然後從他陽台 七樓陽台裡面進去 破壞他的沙門 然後進去裡面把鎖開開來 把人救出 消防隊表示民眾家中常見的喇叭鎖 還有水平門鎖 由於上鎖程序簡單 千千一按或是一轉 就連小朋友都能輕易上鎖 因此呼籲家中 如果有小孩的家長 一定要特別注意 避免遭到繁鎖 竟然產生意外 這就無國真誠照顧 高雄報道